好的,各位同學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在上课之前也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两周因为院长 也不是,是因为教育部规定 所以我们就让大家自主 然后院长也是让院决定 那院长也是说如果要实题上课 我们必须申请,避免群聚 因此我们就不只实题了 我们就这两周已经确定是远聚教学 因此我就会先把教学的部分先录好 然后放在这里 然后大家就试自己的进度来学习 然后两周后希望我们大家都健康 大约5月30号的时候 5月23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来校园 然后我们再来验收大家的进度 那这几周的部分的话 有一些是稍微 所以应该是希望大家是在课堂上的时候 实题上课的时候可以完成 这样我们在那边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有点麻烦 因为我需要大家去协助 协作平台 所以我们已经渐渐的要到最后的文字探勘的部分了 我们前期都在做数字的数据的探勘 接下来我们是要做文字的探勘 文字的探勘需要几个人合力合作 刚刚我们上次上课的这些数据 大家看到画面上的这些都是可以各自独立完成 然后再取用大家需要的数据 但是现在我们文字探勘的部分 每个人去截取的时间点 拿抓出来的评论会不一样 没有办法抓出一致的结果 我需要更多的人去把这些资料做关注 所以需要三个人一起通力合作 那如果在课堂上是比较方便 大家就在隔壁 那如果在远距的话 你就要拜托你的好朋友来做 但是我会在荧幕上面再操作一次给你看 上个礼拜的部分是这样子 上个礼拜是请大家把数据的部分都放在 Moodle还有Excel上面 Excel上面是Google的云端 然后大家分享把那数据结下来 然后做一个比较统计看看自己做的结果 跟那个同学们做的结果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是不一致的话 你就要注意有哪些是不一致的 那一致的话 那当然是代表你做的数据是对的 是很好的 然后像我们上个礼拜解读 在后面有做解读这个数字的动作 就是说整体来看 其实那个自己的整体满意度很高 可是在大数据的 就是很多人做统计的结果 这个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就是说大家的平均满意度 不到三乘五 所以其实算是普通 但是你自己做的是超过三乘五 一般来说我们超过三乘五 一定是会给那个三分以上 所以就很少给一分两分的 所以正常来讲算是不错 超过三乘五 就代表超过几个的分数 但是你看你自己的资料这边有点异常 前面全部都很低 就整体觉得很好 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它好 其实实际上这五个选项平均起来 就没有那么高 那大数据的资料还是比较可靠的 毕竟比较多人去做统计 那个结果还是比较可靠的 这上个礼拜 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 上个礼拜做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表格 就是之前的期末的那个 那叫什么 期末的作业 我们要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那个 Wix还要登入 Wix登入一下 You are just the one Is your feature Future 哎呀 Google 来来来 用Google登入一下 那 来我的网站 之前的网站 然后之前的网站 随便 好 急速领域 进去看一下 就期末的部分 我看我们期末的部分 已经做到什么 其实你期末只要把你的资料放进网站上面 来我进去浏览网站 立即更新不用了 浏览网站 基本分析 有 这个就有了 这个我们之前做过 进阶分析 有 好 这个我们也做了 这资料比较少一点 到时候我们会把完整的资料放上去 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 不同玩家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最后就是要做舆情的分析 这舆情就是针对 原始资料 针对每一则评论 你要下载 这个Excel 然后这个QA QA就是 每个不同的助记者 就是 你这份资料 会有三个人来看 你自己跟另外两个好朋友 然后这个的 评价的结果 那最重要就是 语情分析的一个结果 它到底正负评是多少 然后最后做出一个结论 这是我们期末要叫的一个网站 那这个期末 其实就是你前面几次的这些 分析的结果 把它一个一个一个 我们已经把交叉分析做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一些简单的图表 然后正式进入语情的分析 语情的分析 那之后大家要专注 好 好那我们先到那个App Store 不是不是不是App Store Google Play 然后我们这个是 绝地求生 好来 到这边 Google Play 这边 这边是它的评论 哇 这是英文版 Read More 好这个是它的内容 然后 你问你要不要用翻译 其实你可以翻译啦 Translate 那这边也是可以 绝地求生 这应该是英文版的 外国人看到的 来 Google Play 到台湾的网站 进去吧 好 然后游戏 或者是查询 来 好 这边 这个就是 绝地求生 好 在这边 绝地求生 这是它的 你看 这是它的评价的部分 这是我们 接下来要 把这些评价 全部都抓出来 好不好 然后用 一支简单的 Excel的句集 去写 好 我们先到 随便 它现在改版了 它现在改版了 我随便点一个 都没看过的 有预告片 在这边 主要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 你的网站里面 下面还需要一个评价评论 然后几颗星 几颗星 是你做出来的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这个图表的图 这个好像看起来很难 不会 那我们这数据上面 前面都有做过 所以请大家先定位到这个 这个地方 你任何一个都可以 因为 这是Google Play的数据 不是我们的数据 我们要带我们的数据进来 画出图表的星星数 好不好 那这是双生幻想 那我回到绝地求生 回来吧 回来吧 绝地求生 和平静音 哇 是不是这个 是这个 对 那就是这个 你也可以做这个比较 那我 拿到这个第一份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它print screen下来 那我 开PowerPoint 去 把这些东西删掉 我现在双萤幕 所以就 右边在录音 然后 双萤幕 我就剪裁一下我要的部分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部分 剪裁一下 我们的网站不放广告 只放这个游戏的重要讯息 那广告的话 你以后如果有赞助商 让他们自己放 网站自然而然就会放 主要是做出这个星星评价的部分 记不记得以前它这边是有颜色的 我记得以前打开Google Play 你手边有手机 这边是有颜色的 这边颜色可以自己配 那这边是一个长条图 很明显是一个长条图 那这边是有一个星星评价 那这边是它的数量 其实这应该算是一个比例 比例比例 所以 所以这五个加强应该等于长条的一条 所以它是一个比例的结果 那这是3.6颗星 所以3.6颗星 星星现在特别做一下这个 所以你星星的部分也要做 这个图表难的部分是在于 这个要转成 图片当然没问题 主要是转成这里面的数字 好了 主要是要转成这里面的数字 好不好 那我们就在Excel里面 做出一样的星级出来 来 我们在这边 做星星 好 我们就把做星星拿过来 我们今天要考虑的 同时也有大数据的部分 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把你自己的资料 连同大数据的资料 这两份资料 加起来才是真正完整的 好不好 所以这边是你的 我看一下 我那天 Copy几个 1 2 那这边呢 这边是另外一页 抠出来 好吧 那我觉得我们先做你自己的吧 你 你如果 因为资料我们这边都合并过了 你可以一起合并 好了 好那我就一起合并 来 这边的资料复制起来 做星星这边贴上 然后回到最原始的工作表 这是不是我们的工作表 你一样把它复制起来 贴上 我觉得往下贴好了 在这边 插入复制的 往下一 好那就往下了 这就很明显 这一块就是你的 我们要比较的是 星星数 星星数 其实是一个整体的结果 那这边有整体的结果 你有看到 好来 那我们回到上次的结果 大数据的比较 来 在这边 这是不是我们上次做的大数据的结果 上次做的大数据结果 你有没有发现 整体的数字是怪怪的 整体的数字特别高 那但是他没像 你如果把这个游戏分开来看 不管是哪一个网速 或者是音效 还是故事内容玩法 还有风格 其实没有到 4.3 3.6分那么高 那但是他整体的印象 就对他特别好 可能身边好友都在玩 但是这不是 这不是真正他们想要看到的分数 那个游戏公司想要看到的是这些细项的分数 那做出的评比 应该是这些细项的 平均值的结果 而不是这个 单看这个 我印象 我对他印象好 可是我觉得他的 某一项很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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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对他印象就很好 对不对 像那个什么 以前早期出来的那个什么 那个 iPhone 第7 还第6 印象很好 可是那时候被安卓完胜 所以就是 大家就觉得 印象整体品牌价值胜过内容 所以那是品牌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给 那个公司要看的是 真正你每个细项平均的结果 所以这个整体满意度 我们要删掉 这两个删掉 好 那再来就是这些 你觉得有影响吗 男生女生对这个信息没有影响 对不对 所以主要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边做出一个平均数 Average 那这边我们就用一个函数 Average A1到A2到A2 好对 这样就对了 1 然后把它贴上来 贴过来 这个就是 数字的结果 好 那这样子贴完之后 我们再给它做四捨五入 好这样就四捨五入了 四捨五入其实就是 你把里面的小数点全部取消掉 它就自动四捨五入 星星的那个评价的 你看这边 回到这个网站这边看 星星的评价这边 是不是1分2分3分4分5分 有没有1.1分几个 1.2分几个 没有 没有分那么细 全部都是数字 四捨五入获胜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去计算 好的 这个数字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排序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进行排序 筛选 然后接下来用最小到大去排 好 1分的几个 2分的几个 3分的几个 4分的几个 来 1分的几个 好 6个 对不对 6个 2分的呢 你看 13个 好 3分的应该算是最大中 3分 64个 然后4分的呢 64个 58个 哦 真的很多 老了 记录不了最后面 第三组数字 十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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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我们就算出它的总数出来了 好 这样总数我们就算得出来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字给它带进去 去算它的行星数 好 我现在在算的 我们现在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在做的是 是把这个 你的 问卷的结果 转成星星的评价数 这边文字没有办法转 那文字的转法是 之后下个礼拜的课程 文字探看的部分 那这礼拜我们把这个 数字的部分 转成这个图表 就会很有意义 你把这些 很多的数据 更进一步的变成 是这个 星星 跟 长条图 那这样使用者再看起来 就会更容易 我们在做的 资料探看的事情 就是让 很复杂的数据 很简单的 问卷结果 做出更复杂的分析 最后变成很简单的知识 告诉 所有的人 这就是 那个数据图表的呈现 好 那接下来这边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 数量都算好了 那这边的数量 我在 统计上 我再次强调 我们是用 这边的平均结果 这五个的平均结果 而不是使用他 对他 使用者直接下的 星星满意度 你这两个可以做比 做比较 好 那我就直接这样算 那整体 overall 就是total 有多少个 我们这边做一个累加 用sum 这个 韩式库 这五个加起来 有这个总数 就可以做什么 就可以做 它的百分比 就可以做它的百分比 我现在用的资料是全部的资料 自己加上大数据 就是我去 那个 老师的 公布的excel上面 去捞三个人的资料 整理完之后 再加上我自己的 总共156笔 去做这个平均的结果 那这边我们就算百分比 百分比 会不会算 等于 这个去除上 156 那这边 告诉你几个小 屁股 你如果直接贴上来 一定会除以0 因为 它会往下移动 移动一个k8 你看k8是没有 所以你这边往下复制 复制 复制 156就156 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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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不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 我希望大家还是用 百分比 对这样 小数点两位 这两个 我看一下 我给它 小数点两位好了 可以 这等一下呈现的时候 就会变 但如果你想要变 那个 直接除上 156的话 你就要下一个前字 对不对 固定k 固定7 然后你用这个去复制 复制 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做一下验算 看是不是1 对的确是1 这边是100% 就是sum L2加L6 百分比 加起来一定是1 不是100 100是percent 好不好 那这样我们验算 结果是对的 这样我们就是 就可以做出 图表出来了 只是12345在这边 呈现的图表在这里 好不好 那我们就这边去计算出 插入图表 横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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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列123 怎么会有数列123 没关系 我们去修改 选取资料 怎么会有数列1 数列2 数列3 怎么会有数列123 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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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这个才对 数列3 诶 怎么 移除 移除 确定 忘记按确定 那把数列3拿掉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结果 对不对 百分比 百分比是多少 然后如果我们用 你要转的跟Google的表单一样 选取资料 或者是资料走格式 资料走格式 给它点一下 我这是旧版的 不好意思 座标走格式 最小值是固定0 最大值 我给它固定 1.0 主要刻度 次要刻度 就固定 如果你是新版的Excel 你要注意 可能这边格式会跟我 有点点不一样 然后数值的部分 不要有小数点 你应该把这个拿掉 这个拿 我们现在先留着 先给它 颜色给它设淡一点 太淡了 会让你看不到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看得到 所以这五个数值加起来 就会等于1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验算过了 因为这两个最大宗 54321 我看一下 是不是54321 来看一下Google 对54321 是这样 那至于说 它的颜色部分 我们先把这个 框线的颜色 无线条 给它关闭 这有点长 所以这边 其实你到时候 还要再PS一下 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开一下PS 到E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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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E是在这里 好的 所以我就把这边 那个 12345 这边 这边 座标轴 格式 要不要旋转跟那个 座标轴 距离 放大一点 这边 拉圆一点 拉圆一点 你看它这边 好像还不够 所以主要 座标轴 格式 300 400 然后 跟这边 有一定的距离 好 然后再来就是 这边的颜色 我也给它刷蛋 大家看不到 好 那这边的格式 格式 格线的格式 就 不记 然后再来继续 座标轴 我觉得我们要密一点 像它这样密一点 所以 准备手格式 好 然后 我看一下 没有 这个新版的功能 有点 变 在刻度上 好 我怎么没得改 到最后我们就必须自己改了 要PS来弄 好 座标轴 格式 这边的线条 对齐 随便 对 错标轴 选项 刻度 跟刻度 之间 它 距离宽度 它的宽度 好 我去调它的宽度 好了 资料 树立格式 来 大一点 好 来参考一下这边 它好像差一格 所以我觉得不能太粗 对 差不多这样 差不多这样 它压扁之后就不会这样 你看起来好像很大 你信不信 等一下 我们来复制一下 然后贴上贴成图片 然后选择性贴上贴成图片 你看贴图片 我给它压扁 压扁是不是就变瘦了 是不是就变这样 所以它有一定的厚度 你看 好像还要更 更瘦一点 所以我那张图很重要 拉过来 在Excel上面贴 好 再来一次 树列格式 可能要再粗一点 这边没有影响 可以 然后 色彩的话还不简单 点一下 其他色彩 如果是新版 你点一下滴管工具 就好了 这是旧版 就很抱歉 旧版必须去瞎拆它的颜色 还不够深 接近这个绿色 接近这个绿色 然后 啊 赛事 越调越惨 好 考验你是不是色盲了 来 差不多在这里 再深一点 要偏绿 眼睛快瞎了 好啦 这样不管了 就这样 好 那我们这样就差不多 图表12345就出来了 好嘞 把这个数 数字 给它做出来 然后数字大一点 自行用 它应该是用黑体吧 翻黑体 好 来 这样应该就可以 不过它的这个 这个 它是capsule capsule 就是 框线的样式 就是它这边是有 就是端点 旧版的 好像 圆形 圆形 没办法 新版的才有办法改这个 变有点圆形 我觉得这样应该就 差不多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 有ps 或者是photoshop 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吧 那这边 你要跟google 不一样 新增资料标签 这样就有了 好不好 这个就是 我们 为什么要自己做的原因 在这边 然后我们特别highlight 这条 跟特别highlight 这一组 数据特别的 显眼 那么用一个 亮绿色 然后 红色 红配绿 诶诶 阿伯 掌平板 红色 这样子就 数据就出来了 这两种是最大种 很明显 这两个已经78%了 剩下 1跟5 就几端子 所以大家就记得在这里 3多一点 所以它整体是三点几 没错 好 那我们把这个 3.6放在这里 这个 接下来是这个数字 数字是多少 你还没算出来 对不对 好来 然后我们就把平均值算出来 Average 那个这个的平均值是 加全平均值 这个乘这个 加这个乘这个 加这个 不是这些的平均 这些平均就等于3 这没有意义 你可以这样加全平均数据算 你也可以直接 求这边的 Average 就是你全部数值的Average 好 这边 按确定 3.37 这个你要有点小数点 小数点要出来 3.4 好不好 所以3.4 这是你做出来的结果 跟Google评论做起来 哎呦 好像比较差 稍微差了一点 可能考虑一下很多因素 但是没有落差很多 一个3 一个4 那就差非常多 这就表示各位的数字 如果做到目前为止 还算认真 班的同学 二甲的班级 这边做的 还算认真 这边的数字 没有跟Google评论 落差太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 做最后的调整 还有星星 星 这个绝对是Photoshop 因为我们没有写程式 写程式也很难去填 3.4 你看三颗十星 当然没问题 问题是第四颗 那颗 你要点四分 其实就已经很接近中间 跟它很像 如果你还要把星星分十等分 这就很难填 所以我们填到差不多一半 Photoshop做到一半就好了 好来 那我们就搞 找出Star Symbol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加Symbol 加Symbol就没有图了 找图片来做 对 这边有图片 这个就不错 你看你的星星的样式 要怎么样 石星跟空星 这个很高贵 然后我们找一些 看起来比较有立体感一点 然后 不常见 像这边就很多样板 对不对 那你就折衣去做 挑一个复制过来 在这边贴上去 它星星又必须 星星的颜色又必须跟它一样 哎哟 金麻烦 好吧 好 先这样吧 那我们就 只能再去挑这个绿色 这个绿色 注意一下 这个绿色 注意一下 其他色彩 这边会有绿色的值 自定 你看这边有 511020 所以我们在Photoshop上面的图板 可以去参考这个 要么我们就在这边自己去设定 好不好 所以这边顺便也复习一下大家 一年级的Photoshop 我现在开Photoshop出来了 好 好 来 我把这颗星星 给它开出来 来 不是它啦 是这一只 来 好 好 星星出来了 你找一个星星是你喜欢放进去的 好 刚刚快速的去偷看了一下 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你已经缩到最小了 所以你只要有一点线条 其实就可以了 好啦 那就这个好了 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 它有点漸层色 所以在这边要注意一下 那你选这个就是代表你太烧包了 好不好 我们不要那么烧包 我们选这一张 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去做 好 Ctrl J 复制出来 背景解锁 两边都有 然后我们先针对这个 去背 简单的去背一下就好了 还不简单 这边 就已经有了 好 这个是满颗星的 情况 那我们是不是有三颗 星 对不对 现在Photoshop都很强了 它可以给你对清 2011像素 有没有 我延伸一下背景 按C Crop Crop工具 那你一样再把这个星去做拷贝 出来 Ctrl J 再Ctrl J一次 你看这我是不是五颗星都出来了 但是我们这五颗星里面 是不是这两颗是空 这颗是空星的 那这颗有一半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颗去做空星处理 好 最上面这个图层 删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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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删了它 我是用 那个的 魔术棒 那没有选到全部的黄色 很可惜 所以你就加一点容许值 再一次 再加一次 不对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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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了它 删了它 那这边还有一点细细的 请你用橡皮擦工具 P Eraser 那这边也是 这边稍微小修一下就好了 想起Foloshop的回忆了 压着Ctrl旋这个图层 应该是删得蛮干净的 底图叫出来 底图放大一点 OK 这样放在网页 你看一下 OK 没有绕高的 然后就把地图再拿掉 回来这里 最重的是要去备的 接下来换这里一半 所以这一半要怎么去 还不简单 所以你就把这边的图层的部分 要选取起来 所以我这边先lock住 这边也lock住 就专注在这个地方 去进行 3.4 所以你要用尺规去量 是不需要了 参考线 拉一下 记不记得参考线 所以你这边 470到550 590 大概是320 320乘上0.4 0.4 我看一下 428 432 差不多128 128 128 128加原本的470 你不用跟我这样造作 太精确了 大约600的位置 所以大约是 不对 128 欸不对啊 0.2 220 自己算错了 470到 470到590 120 120 120乘上0.4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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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这个470 520 530 对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好 那我拉一个参考线出来 530 如果你要够精确 就530 这边全部都去背 好 所以我这边拉一下 这个 拉起来 好 我在这个范围里面 去去背 在这边 好 在这边去选 那我觉得我会在这边先停一下 先给大家 建立一下 观念 记不记得 我们的 遮罩 对不对 遮罩是干嘛的 遮罩是不是把这边遮住去做选取的 那遮罩另外一边就代表还有 可以吧 所以我们去取另外一边是 简单的 那我们 保留这边的遮罩 这边去慢慢给它删掉 好不好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用遮罩方式 这边不一样 未必要跟我一样的做法 好不好 好 这边就留住了 剩那边没有留 对不对 这边就可以用笔刷 X 笔刷 你看 好 在这边 换一下颜色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这就是那个 遮罩的部分 让你遮住这里 然后不至于去破坏那里 好不好 然后这个是遮罩的方法 然后回来这里 反向选取 我直接在这边选取的范围内 直接 新增一个图层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一半 所以我在这边 直接去被 丢掉它 就好了 然后跟这个 做合并 是不是就好了 我把隔壁的这个 拉过来 就行了 好 来 都可以了 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了 就不强求了 现在 我先把这边去去除 我已经去除掉 一半的在这里 选择这里 回到这里 好 这边不见得要跟我一样 好 麻烦 好 好 麻烦 好 好 四颗星 好 这样就好了 那这两个就完成了 咚咚咚咚咚 好 把这个底图删了 锁回去 4颗星 0.4 很精确 我是有算过的 参考线拉回去 Tega 参考线在这里 Windows Ruler 尺规 或者是这边有个尺 尺规 Ctrl加R 就是你的尺规 这张图做完就差不多可以了 好 我们这边用透明贴图的方式 给它贴上去 好不好 好 存档 另存新档 桌面 下载好了 我们存在下载资料价 然后存成PNG 我这是旧版 新版 老师课堂上应该有用过 给你看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确定 好 好 那我这边就 删了 这是我们的资料 对不对 再配上我们的 猩猩 下载资料夹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猩猩 拉过来 诶 怎么没有 没关系 我们先把这一颗 丢到PowerPoint的里面 好 这是我们要的 好 再把猩猩 丢过来 好 出来了 终于 这么干扣 做很久 再把这颗猩猩 做出来 颜色 我的妈呀 忘记调颜色 突然想到一个大bug 好 来 好 可以 来 然后颜色的部分 你贴过来的时候 可以贴图 贴图 然后 我这边 删了 我再贴一次 贴过来 贴过来的时候 我们选择信贴上 贴成 图片 图片比较好 处理 就是因为 我可以去做 剪裁 做标准格式 是给你看的吗 不是 再剪裁一下 把那框线都给它干掉 这边要放大一点 你在删掉这个框线的时候 放大 因为我这边放太近 所以不小心就会删到那边 好 这整体来说 差不多是这样 可以吧 现在剩下它的虚线没有做 虚线要做 其实很容易 这边做一个虚线 就是这个 我说的是这个东西 好 还没有很精确 我刚 在PPT上面就应该做好了 好 我先把它那个 你这边虚 啊 我们虚线最后再做 我先把整体的数字都给它灌上去 让我看一下这个 做好了 唉 星星 的颜色真是永远的痛 色彩 这边看色调可不可以改一下 变一下 可以哦 勉强可以 其他变化 其他色彩 我们刚定的 在这边 什么都是这个数字 唉 颜色 动不了 啊 你还是得回Photoshop Photoshop 在这边 好啦 这边就是 你必须先 我先给它放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 再复制一个资料夹 这是保底用的 然后这个资料夹全部合并 变一个涂层 然后再影像调整 摄像跟保和度 或者是色彩平衡 去调整它的颜色 来 我们就先调 摄像保和度 让它偏绿 然后深一点 好 再深一点 太深了 我猜我应该刚刚是在那边调的太深 这个再贴 这个有点复杂 但是辛苦 然后这边贴 你看这样就可以贴了 但是你这样贴会出事情 所以我们这边另存新档 一样下载这边 存成PNG 用PNG贴比较方便 Stars 忘记改颜色的 原谅我 没有改到你颜色 让你等太久 来 好多了 这个颜色 你这个颜色再去调 深一点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比原先好多了 比我们再 所以你会Photoshop 可以帮你很多 来 这边 压扁 这个数字是要压扁看的 压扁去看 好来 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最后就把我们3.4 填上去 我们就新增插入一个文字方块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文字方块 然后这个文字方块 就是我们做很久的一个数字 特别宝贝 这个数字 一定要特别宝贝 就跟我们的那个班戴一样 特别宝贝 特别宝贝我们黄彩玲 差不多 等等 完成 今天做了 一整节课 就是为了这颗星星 有没有 是跟它原本的很像 只是我们没有虚线这个部分 虚线你自己再来加 因为 我发现 我们再加这个虚线的话 可能 这个数字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你要做也可以 你要做的话 在Excel是没有办法做的 Excel必须做相对表 相对表格 但是我们可以运用这个 的参与的架子 把它 对齐做出来 所以你要再拉一个这个 然后 然后 我的提示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把外框 外框 然后颜色 有点灰色 浅灰色 这样就比较看不出来 移到最下层 因为它这个不是透明的 所以它这样盖上去 会把这个盖上去 所以你这边 你可能要 色彩 你可能还要用Photoshop 再去去背 有没有 移到最下层 我先把这个移过来 我先把这个移过来 有没有 这个 无啊 复制一个 再复制一个 最后再一起移 对齐 可以比它大一点 我觉得应该可以比它大一点 略大一点 这边再对齐 略大一点会比较好看一点 这如果说不了就麻烦了 这可以说啦 这就是 要小数点 高度 很麻烦 对不对 0.65 这个再复制一下 好 有没有 过去一点没关系 因为到最后 它会被盖住 这个 仔细的位置 再自己再去调控 就好了 好 好 这也是位置问题了 大小位置 位置 位置 垂直 太多 我的妈妈咪啊 40 好 大家量到什么时候 自己再慢慢量 没有那么多时间 好 那我把这1 2 3 4 5 不是它 选这个就好了 移到最上车 好 这样就有了 可以齁 这是做图的一个简单的技巧 好不好 可以吧 如果各位 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一张就可以上版 有没有齁 然后 几则评论 你自己再 打一个文字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一个 我们今天做的那么辛苦 就为了这一张 整节课就为了它 整节课就为了它 做出这个图表来 3.4分 这个很重要 这张图很重要 要保留 保留起来 下次上课 要 不然 期末要做Wix网站的时候 要用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你做出来的 我们这边贴上 贴成 图片 就可以了 就不用怕 这边的间距 就会被我们固定住 可以吧 有没有 是不是比它原本的漂亮多了 有讯息多了 而且还客制化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 上课的内容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 差不多到此为止 下课 GG